这样你还愿意杀生吗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赌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智国事,一切财物自在随意 如法治事,物为非法,己受未已 时静岳王于其国内不复行于王之教令 而时无量一大臣至静岳王所白言 大王何故不行王之教令 大王答言 我无量节常为王室心无厌足 我已厌矣舍之修行 而时太子未经多时 并杀父母即无厌罪 善男子 我亦意念往昔之时 既杀王已 愁悲提气 自则悔过 而时 我以大悲之心 未必说法 比闻把矣 逆罪消灭 问言 当于耳时 说何等法 答言 耳时眼说 生且炸把门 若闻此法 当至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灭一切罪 烦恼复习 如今地听 当未如说 令如文艺 速得解脱 闻四句记 令不中缺 尽一切恶 得虚陀还 然后不失 远离诸苦 受苦众生 令得解脱 不畏众生 令得远离 而时 彼人合掌顶礼 赞言 善哉善哉 真善之事 善能除灭 诸不善业 善说森且炸把门 善哉闻者 而时 虚空中 万二千天子 这大仙所 何掌顶礼 白如是言 大仙 意念几时事也 富有四龙王 十八千亿夜叉王 头面礼尽 白大仙言 意念几时事也 大仙达言 我意念百千亿阿森奇节 问大仙言 以何善根 亦而许事 达言 已曾听受 森且炸把门 在笔众中 闻此法门 八尽信者 皆得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记 若人造作五逆之罪 闻此法门 须与之间 惜能除灭 无量百千亿劫 彼二道门 开神天道 于此法门 闻四句记 功德如是 旷布书写 读诵 供养花香斑盖 恭敬尊重 合掌礼拜 一言赞善 如实功德 不可思议 而时 一切勇 菩提萨多 白佛言 世尊 云和合掌 得功德 等谁读此经 亦和掌礼 佛告一切勇 善男子 若人造作五逆之罪 若教人作 若随喜作 于此法门 闻四句记 合掌尽信 能灭无逆 何况有人 于此法门 具足书写 读诵 供养 如此功德 多比无量 善男子 譬如阿纳伯达多池 日光不照 从彼池中 初五大合 一切勇 予亦云和 若有人能数 此五大河水 低数否 一切勇言 不也是尊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善男子 闻此法门 善根亦付如是 百千万劫 数不可尽 一切勇 予亦云和 须于得闻 如是法门 是难有否 一切勇言 难有是尊 佛告一切勇 佛告一切勇 于此法门 能生信者 不难于彼 譬如阿纳伯达多池 出五大河 如是五河水之低数 数不可尽 一切勇 菩提萨多 摩赫萨多 摩赫萨多白佛言 是真 何等名为五大河也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五大河者 所谓 横切河 斯陀河 伯叉河 耶摩纳河 月分河 是五大河 西街入海 此五大河 一河各有 五百小河 以为眷属 一切勇 富有五大河 在虚空中 一河各有一千小河 以为眷属 一切勇 菩提萨多 白佛言 是真 何等是 五河有千眷属 伯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第一河者 明虚陀罗 有千眷属 第二河者 明曰山区 有千眷属 第三河者 明伯和地 有千眷属 第四河者 明植多斯纳 有千眷属 第五河者 明曰法盖 有千眷属 一切勇 是明五大河 有千眷属 一切勇 是五大河 利益 盐福提 时时降雨 增长花果 于盐福提 于清净水 增长苗架 一切勇 如护士天 安乐 盐福提波 此今一耳 利益安乐 盐福提波 一切众生 如三十三天 一切勇 菩提萨多 白佛言 是真 何等是 三十三天 佛告一切勇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言 苦恼 十比众生 无救护者 于三恶趣 独受巨苦 口行恶者 十恶之事 口行善语 是善之事 若见善之事 则见如来 若见如来 则灭一切 不善之法 一切勇 如护士天 为盐福提波 而做利益 一切勇 此今亦如是 于盐福提波 而做佛事 若不闻此法门者 不能至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不能转法轮 不能及法骨 不能坐于狮子法座 不能入于涅槃之界 不能成就无边光明 如是如是 一切勇 不闻如是法门 不能坐于菩提树下 使一切勇 菩提萨多摩赫萨多白佛言 世尊 我有少疑 欲问世尊 不告一切勇 随如所问 当断如疑 一切勇 白佛言 世尊 耳时仙人 度比五逆人 令住不退地者 是何人也 不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善男子 入经地听 如来所说 微戏难知 此森且诈法门 是先人相 如此法门 能是佛身 如恒河中 处处见沙 此法一耳 自作视线 为人说法 为佛如来 量与佛等 此法如是 与佛平等 有此法处 常有诸佛 耳时世尊 复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 善男子 我念往昔 九十九阿森其皆 耳时有佛 号曰宝尚如来 次地有十二亿佛 皆号宝尚 我于耳时 名曰敬月 行大布施 时十二亿如来 我惜供养以衣服 卧具 饮食 汤药 香花 灯鸣 一切乐具 昔以供养 彼诸如来 不为我受 阿诺多罗三秒三 不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八亿如来 初心于世 皆号宝明 我于耳时 名曰龙正 行大布施 以香花 阴落 供养彼佛 彼诸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不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二十亿佛 初心于世 皆号士气如来 应供 正片之 我于耳时 行大布施 以诸乐具 供养彼佛 彼诸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不提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二十亿诸佛 初心于世 皆号加设 我于耳时 行大布施 以诸香花 翻盖 依福 一切乐具 供养彼佛 彼诸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不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六亿诸佛 如来 初心于世 皆号进光 我于耳时 作大长者子 行大布施 舍一切勿 彼十六亿诸佛 如来 我惜供养以 香花 翻盖 衣服 卧具 食饮 汤药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不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九十五亿诸佛 如来 初心于世 皆号世家牟尼 应供 正片之 我于耳时 作大国王 如法之事 彼九十五亿 世家如来 我惜供养以香花 翻盖 饮食 衣服 卧具 卧具 汤药 一切乐具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九亿佛 初心于世 皆号 加罗 加咎 村陀如来 应供 正片之 我于耳时 作婆罗门子 巨富无量 行一切诗 以竹香花 翻盖 衣服 卧具 饮食 一切乐具 供养诸佛 彼珠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八亿 如来 初心于世 皆号 加那且 牟尼如来 应供 正片之 我于耳时 行大布施 彼珠如来 我惜供养 以香花 翻盖 衣服 卧具 饮食 汤药 一切乐具 供养 彼珠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三亿 诸佛如来 初心于世 皆号 光明得 如来 应 正片之 我惜 供养 以珠花香 翻盖 衣服 卧具 饮食 一切乐具 供养 尊重 彼珠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二十五亿诸佛如来 初心于世 皆号 福沙如来 饮正片之 我鱼耳时 出家坐沙门 行如法供养 以珠香花 阴落 翻盖 衣服 卧具 饮食 一切乐具 尊重 赞叹 彼珠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一切勇 我念往昔 有十二亿诸佛如来 初心于世 皆号 琵琶师如来 应正片之 彼珠如来 我惜供养 以花香 翻盖 衣服 饮食 获具 汤药 一切乐具 惜以供养 我时出家 彼珠如来 亦不受我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最后 彼珠如来 说辞法门 言福提众生 闻以 于虚空中 几遇七宝 而时 言福提众生 稀无贫穷 我于耳时 亦不得受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但闻空生 而告我言 辱不久 当得受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一切勇 菩提萨多 白佛言 使尊 今于几时 得受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计 佛告一切勇 菩提萨多言 地听 善男子 过九十二亿 阿森奇节 有佛出世 号燃灯如来 应正片之 我于耳时 作摩纳婆子 名曰 弥切 于燃灯佛所 作摩纳婆 修清静行 我见彼佛 以七金青莲花 供养燃灯如来 以此善根 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 耳时 燃灯如来 即受我寄 摩纳婆 未来过阿森奇节 当得作伯 好 释迦牟尼如来 应正片之 一切勇 我于耳时 魂寿寄生 永生虚空 高十二多罗 住虚空中 得无身法忍 无量阿森奇节 所修进行 与六波罗蜜相应 一切善根 细节现前 如社长中 安摩罗果 一切勇 我于耳时 令无量百千亿众生 助于善法 一切勇 况今我成 阿诺多罗三秒三 菩提 利益众生 我观众生 以和音度 随其方便 为其说法 若为诸天 现作天生 而为说法 若在龙宫 是作龙生 而为说法 于夜叉中 是夜叉生 而为说法 于恶鬼中 作恶鬼生 而为说法 若为人道 是作人生 而为说法 应以佛生 而受化者 是作佛生 而为说法 应以菩提萨多生 而受化者 是菩提萨多生 为之说法 我观众生 以和音度 如是如是 为众生献 随应说法 一切勇 我为众生 演说诸法 有多方便 何以故 一切勇 具足善根众生 得闻此法 一切善根 惜得增长 千者不失 无福得者 修行福德 自利利他 修于念死 彼文法故 作此善根 以听法故 过去善根 亦得真名 彼得长夜利益 安乐一切天 人 一切勇 如是法门 一经于耳 得生无量功德 一切勇 耳识众生 各相畏言 更有余善法 修行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佛 善众生言 有法 勿施 修行 口说善语 无是等法 得善果报 至无上道 与此之人 作如是言 无法 无施 无善恶果 无口善报 离于吃人 得大罪报 辗转堕于恶道之中 于八大劫 堕于地狱受大苦报 十六劫中 堕阿修罗 九千劫中 生堕鬼神 十二劫 堕恶鬼中 受恶鬼苦 万四千劫 生楚婴雅 万六千劫 母胎常堕 万二千劫 生作肉团 万一千劫 身处暮芒 彼诸父母 作如是言 我所生子 虚受勤苦 九月护胎 饥渴寒热 诸苦俱寿 而不得子 报恩之力 一切勇 如是如是 放法众生 堕于地狱 出生 恶鬼 临命中时 为忧脑剑 射之而去 一切勇 口善于者 作如是言 有法有诗 有善恶业果报 彼人已是善根因缘 二十五节 生玉丹约 二十五节 生三十三天 受诸天乐 从天命中 生玉丹约 不入母胎 募见百千世界 心明安乐 见一切国土诸佛 物以本处 成三菩提 一切勇 如此法门 有大神力 能发清净信心 不生边地 举清境界 佛法浩瀚无牙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拜佛的猫师兄 韩国广上北到上州市 有一座叫龙兴寺的寺院 寺内有一位不平凡的猫咪信徒 这只法号叫解脱的猫咪 不吃荤 不杀生 而且不管严寒酷暑 春夏秋冬 每天都在佛堂里面 虔诚地拜佛 这真是太神奇了 这只小猫竟然知道拜佛 师父 这只小猫是你们养的吗 它怎么会拜佛啊 阿弥陀佛 这事还需从四年前说起 四年前 我们龙兴寺的住持 在佛堂前发现了一只 浑身烧伤的小猫 阿 这只猫怎么跑进来的 它瘦得伤好重啊 住持把这只奄奄一息的小猫 带到了自己的屋子 并为它治疗烧伤 在住持的细心照料下 这只小猫的身体 一天天好了起来 这只小猫伤好后 再也不愿意离开寺庙 于是 住持就为它取名 为解脱 并要求它做到三件事情 小猫在院子 它追着尾巴嬉闹 住持在不远处看着 解脱 如果你想留下来 那就要答应我三件事 第一 不能在佛堂叫出声来 第二 不能吃荤的东西 第三 不能杀生 解脱好像真的听懂了 住持的教诲 从那时到现在四年了 它从来没犯过戒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这只小猫四年来 真的从来没有在佛堂里 叫过吗 是的 四年来解脱做到了严格的修口 连喵喵的叫声也早就忘了 已经四年不会叫了 难道它不吃鱼吗 俗话说 世上没有不偷吃鱼的猫吗 我这里有鱼片 让我来试试它 小猫 快吃吧 好吃的鱼片哦 你闻闻 很好吃的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解脱已经四年没有吃荤了 只是偶尔会啃几口青草来打打牙记 哈哈 对了 难道它也不抓老鼠吗 解脱答应过住持不杀生的 它说到做到 有时候 它会在外面逗青蛙玩 可绝不伤害 抓老鼠是猫的本能 可是解脱却从不吃老鼠 即使有时抓到了老鼠 也从不伤害 只是用脚按住 等着主持来发落 真是一只通人性的小猫啊 是啊 它能如此信守诺言 这一点 现在不少人都不如它 解脱也是很知道感恩的 吃饭的时候 它就到住持那里的 而住持会把斋饭放在手心里喂它 它就小心地吃起住持手里的饭 吃饭的时候 两眼泪汪汪的 有时它会流下泪珠呢 解脱对救它性命的住持非常亲热 而且百依百顺 它之所以对住持大师百依百顺 应该是没有忘记住持大师对它的救命之恩呢 是的 住持也说 也许它和解脱有很深的缘分呢 日子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迴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素枉不亮光伏薩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瑞波罗蜜 摩赫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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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赫波罗蜜